这是一起号称云南昭通最离奇的刑事案件 新婚两月的妻子与丈夫走亲戚 赶路期间 由于丈夫的贪悲 让独自行走在原始森林中的妻子被人杀害 发现实在那个上衣被翻卷子的乳房部 裤子被托着双小腿 然后就我们出不接而言 实在生前可能遭受他人的刑犯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警方寻找许久的凶手 却一直在他们身边 若不是一个口误 包拯看到他都要告老返乡 时间 2011年9月15日 地点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天行镇 这点 村民还一轻硬姐夫邀请 打算带自己的妻子刘建兰去他家做客 因为是第一次去姐夫家 刘建兰还穿上了只有在重要节日穿的服饰 由于两家都在深山之中 不行基本需要一天才回到 在姐夫家待了一晚后 韩艺青和妻子就返城了 在途中 韩艺青发现自己没烟臭 就提议自己先骑马去前面的小麦部买烟 而妻子刘建兰就在后面慢慢来 到时候在小麦部会合就行 商量好这一切后 韩艺青骑着马来到了小麦部 在这里买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烟 期间更是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好朋友 聊着聊着 两人觉得只有喝一杯才能表达出对对方的思念 酒足饭饱后 韩艺青才想起自己的妻子 可能还在小麦部门口等自己 立即摇摇晃晃的离开 但来到小麦部时 却发现妻子没在这 通过询问 很早之前妻子就已经来到这了 见韩艺青不在 继续朝家的方向感觉 然而 韩艺青一路骑马追寻妻子的足迹 却一直没发现妻子刘建兰的身影 此时 韩艺青产生了诸多不好的想法 妻子和自己才结婚两个月 难道趁这个机会跑了 这段路都是原始森林 难道妻子被熊抓走了 不敢多想的韩艺青只想快点回家 看妻子是否已经到家了 第二天一早 回到家的韩艺青就询问母亲 是否看到了妻子刘建兰的归联 而母亲的回答是 没有看见 韩艺青瞬间觉察到 妻子应该在回家途中遭遇了什么 随即发动家人对妻子进行寻找 为了能更快找到自己的妻子 韩艺青更是去找了村干部 廖润华 在廖润华的帮助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了寻找刘建兰的队伍中 直到9月18日下午 村民在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具女尸 那这名死者是失踪已久的刘建兰吗 由于刘建兰是外地嫁入韩艺青家的 而且才结婚两个月左右 基本没人认识刘建兰 他们只好叫了韩艺青 通过辨认 死者正是失踪多日的刘建兰 随后村民向当地派出所进行了报案 对于这种原始森林里发现尸体的案件 当地派出所也是见怪不怪了 在当地 每年都有几起被黑熊咬死的案件 然而这次发现尸体的地方 并没有发现任何血迹 完全不是黑熊所为 得知这条消息后 警方立即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勘察 一名女尸被人掩藏在树叶中 衣衫不整 发现死在那个上衣 被翻卷子的乳房布 裤子被托着双手腿 然后就我们出不见了 死在生前可能遭受他人的 侵犯 可通过法医的进一步勘察 死者刘建兰生前并没有遭受侵害 难道凶手故意制造这样一个现场 是为了干扰警方破案 随着对案发现场更为细致的勘察后 警方发现死者臀部有大量泥土 这可能就说明发现尸体的地方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而是有人将死者杀害后拖制一次 最后更是用树叶简单掩藏下 在接下来的尸检中 警方了解到死者颈部有一道勒痕 身上没其他伤痕 刘建兰是被人勒住颈部后窒息死亡 死亡时间是9月16日下午6点左右 依据刘建兰的身高体重 警方判定能不再造成其他伤痕的情况下 就可以将刘建兰杀害 那凶手很有可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刘建兰招来男子的杀害呢 未财 未情 还是未愁 在检测刘建兰随身物品时 警方发现其身上值钱的东西都在 因而排除了未财杀人的可能性 那会是未愁 警方对死者刘建兰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因而刘建兰因仇被杀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现在只剩下未情 由于案发现场位于原始森林中 凶手应该对案发现场很熟悉 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加上是未情杀害刘建兰 那他的丈夫韩一清就有很大嫌疑 随即警方对韩一清进行了调查询问 据韩一清回忆 在9月16日下午4点左右 自己和妻子分开后就去买烟喝酒了 然而经过警方调查 刘建兰从外地嫁过来才两个多月 刘建兰对当地环境根本不熟悉 更不用说在原始森林中 为何韩一清能这样放心妻子一人独行 而且刘建兰死亡时间正好在韩一清离开后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 很快警方找到了当时卖烟的小卖部老板 以及与韩一清喝酒的朋友 他们正是当时韩一清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可其中还有一个一点让警方困惑 原本当天傍晚就可以到家的韩一清 为何要在第二天凌晨到家呢 韩一清给出的解释是 自己被自家马咬伤了 一般情况下自家马都是通人性的 根本不会咬人 为何偏偏韩一清养的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咬了他 为了排除韩一清的嫌疑 警方对为其救治的医院进行了走访 医生证实在9月16日下午5点后 韩一清来医院接受救治 由于没有作案事件 韩一清的嫌疑被排除 一条关键性线索就这样断了 案件一下子就走入了死胡同 警方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侦破此案 就当大家不知所措之时 临线的派出所打来电话 说是他们村里有村民自称那起案件是他做的 随后警方找到了自称杀人犯的男子 通过对他的询问 男子说自己和同村人打牌 对方因欠自己30元钱 打算上门去要 可对方却叫来几个人 声称自己不但不还钱 还要打自己 眼看自己占了下风 只好说原是森林里的杀人案是自己做的 从而来威慑对方 通过警方的后续走法 结果发现该男子说的是真的 因而他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到现在 警方没得到一条对此案有用的线索 那要怎么才能找到凶手呢 这时 据有多年办案经验的老刑警提出 何不回到案发现场 可能从那里能得到凶手的蛛丝马迹 通过之前的线索整理发现 死者死亡时间在9月16日下午6点左右 凶手应该对案发现场很熟悉 如果试着去调查下 这时间段进入案发现场的人员 会不会有效果呢 警方决定对当天进入案发现场的村民进行调查 通过大量走访后 有村民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 在9月16日下午5点 村干部廖润华在他那买柴后 就向自家方向赶去 而他回去的地方会经过案发现场 廖润华作为村干部 当得知刘建兰失踪后 也是积极地帮助其家人进行寻找 警方来调查时 也是安排村民进行排查 难道这样一个好干部 会是杀人凶手啊 尽管不太相信 但警方还是对廖润华进行了调查 他们发现廖润华在购买完木材后 大约30分钟就可以到达案发现场 而据韩一行回忆 自己是在下午4点左右和妻子刘建兰分开的 经警方策算 除去刘建兰在路上等韩一清所耗费的时间 他走到遇害地方的时间也是5点半左右 这就说明廖润华与刘建兰应该是几乎同时到达案发地点 为了能彻底排除廖润华的嫌疑 警方打算和他正面谈谈 然而这次 一旦警方说到这起案件时 廖润华表现出无比的不耐反 与先前的表现大相径庭 最后更是心急说出要去挖土豆 可在当地 9月份完全没土豆可挖 觉察到不对的民警 打算请廖润华回派出所喝喝茶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 心理破防的廖润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廖润华供述 之前自己有两段婚姻 每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妻子都离家而去 情感因而长期处于压抑和空虚的状态 在案发当天 前去买柴的廖润华看到了年轻貌美的刘建兰 顿生邪念 于是尾随他来到了原始森林中 一开始 廖润华要求刘建兰和自己发生关系 可刘建兰不同意 廖润华就直接用刘建兰随身背着的腰包 将其勒住脖子 眼看刘建兰没有动静后 廖润华打算进一步实施侵害 可发现刘建兰已经死亡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廖润华因自己的行为 让家中两个儿子无人可养 自己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同时这起案件也进一步告诉女性同胞们 去往一个地方的时候尽量找人一起同行 那么一步就能够放在这一步